欢迎大家来到文学直播间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中国军 中国古代斯大军师 第三部分 也就是张良的著作 述书与三略 相传张良 相传张良 在认识刘邦之前 在反秦之前 遇到了一个皇室老人 传给他两部书 一个是述书 一个是三略 但这个皇室老人是什么身份 历史无法考证 所以只能把这两部书 认为是张良的著作 当然在这个汉朝建国以后 汉朝这个稳定以后 张良还负责 删减了古代篇的孙子兵法 先秦时期的这个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原来有81篇 删减成13篇 这是张良领先做的事情 但据史料考证 我们可以考证的东西 就是 现在留下来的 述书和删略 都是 这个张良 一部分的著作 也就是说 述书和删略 都是残本 咱们暂且把这两部书 看作这个张良自己的作品 来解析一下 先看一下 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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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为六个部分 现在仅有的只有六个部分 这应该 述书应该是禅篇 这个删略呢 和述书是相成一体的 是互补的东西 咱们先看述书啊 述书第一部分 是原始章 原始章第一 夫道德仁义理 无者一体 道者仁之所导 是万物不知其所由 得者仁之所得 是万物各得其所欲 仁者仁之所倾 有慈慧彻隐之心 以随其生成 义者仁之所义 赏善法恶 以立功立事 离者仁之所屡 肃心业魅 以成仁伦之序 夫欲为仁之本 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 名于圣衰之道 吞乎 通乎成败之术 审乎自乱之事 打乎去救之礼 故潜居报道 以待其实 若实志而行 则能集仁臣之位 得机而动 则能成绝代之功 如其不欲 陌身而已 是以其道主意高 而明洋于后世 这个原始章 是讲 这个天道 本来的面目 道的本来面目 或者说天道的本来面目 作者认为 道德仁义理 五者为一体 他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道与德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仁义理 这些只是 道的一部分而已 也就是说 道与德 两者是不可分割的 大道与德化 是相辅相成的 道者 人之所道 是万物 不知其所有 这个道 是这个 人所追求的东西 并不知道来自于哪里 德是人世间的人伦 道理 德是人世间的 不能说是道理了 德是人世间的人伦 关系 也就是说 这是儒家的部分 道家和儒家 相互之间 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道与德 也是互补的关系 这个 百家 列为一道 其实并不是说 是分开说的 先秦的那些 诸子百家 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 说的都是天道 只不过 每个人理解的成分不一样 这个人活在世上 以人伦为本 这个人伦 或者说人际关系 这就是德化 这是第一章 原始章 它是说的这些 根本的道理 也就是说道德 是为一体的 不能分开来看 一个人追求大道 是有时运的 时运到了 就可以据人臣之为 也就是说 做到这个顶尖的位置 做到成功 如果没有时运的话 或许一辈子都是隐没 如其不欲 陌生而已 但是呢 他的这个追求道的精神 会名扬于后世 这就是原始章的意思 接下来是什么 正道章 正道章 正道章第二 德主以怀远 信主以仪役 义主以得众 财主以建故 明主以照下 此人之俊也 行主以为仪表 智主以觉贤仪 信可以使守约 连可以使分财 此人之好也 守之而不费 处一而不回 见信而不苟免 见利而不苟得 此人之劫也 他这里 这个追求 正道章第二 说了这个追求道的几种人 义种是贤人 德主以怀远 信主以义 义主以德众 财主以建故 明主以照下 此人之俊也 也就是贤人 行主以表 自主以 觉贤仪 信可以使守约 连可以使分财 此人之好也 这是什么人 这是豪杰 英雄豪杰 守之而不费 处一而不回 见相不苟免 见利而不苟得 此人之劫也 这是聪明的人 这是守人伦的人 这是君子 第一种是贤人 第二种是豪杰 第三种是君子 这三种人 追求大道 他举了三个人的例子 或者说 或者说是这个做人的三种方式 紧接着是求人之字章 题目可以 咱们就可以明白 求人之字 也就是说 有志气的人 是什么人 他又分了很多细节 种类 求人之字章 第三 绝世锦欲 所以除类 亦非允恶 所以朗过 扁酒缺涉 所以无误 避嫌远移 所以无误 博学窃问 所以广志 高行威严 所以修身 公俭签约 所以自首 生计远律 所以不穷 亲人有职 所以福颠 尽数独行 所以接人 任才是能 所以济世 但恶 赐禅 所以止乱 推股燕金 所以不获 仙奎厚度 所以硬处 色变自权 所以解结 破囊顺惠 所以无救 决决耿耿 所以立功 知知输输 所以保重 这是几种人 他们的志气 每一段都是一个类型 达到一个最终的目标 也就是说 他们的志向 他们的志气所在 这一段很适合 自己去品味 我不想解释 我不想 我不详佳解释 咱们可以仔细去读 他是说的分类 说了这几种人 本德中道章第四 夫自行独行之术 常莫常于伯某 安莫安于忍辱 先莫先于修德 乐莫乐于好善 神莫神于自成 明莫名于体悟 急莫急于知足 苦莫苦于多愿 悲莫悲于精善 悲莫病于无常 短莫短于苟德 幽莫悠于贪比 孤莫故于自事 微莫位于任矣 拜莫拜于多思 这个第四章呢 本德中道章是什么意思 是人的情欲 是人的情欲 发展出来的结果 他也是几种 最后的结果 很值得人去品味 如果是只看这个文字解释 是没有意思的 可以自己去 仔细去品味 他说了几种情况 说了这个人 因为你喜好什么 所以能得到什么 乎自行 自行独行之术 常莫 常于薄谋 安莫 安于忍辱 有自谋的人 有自谋的人 毕竟安于忍辱 先莫修于修德 乐莫乐于好善 这有德行的人 必然是乐善好施 神莫神于自成 明莫名于体悟 能明白这个世事的人 可以洞察世事 这里神是洞察的意思 有自成 有洞察世事的能力的人 是一看清楚 身边的这些情况 明莫名于体悟 急莫急于知足 苦莫苦于多愿 他一个一个的 这种情况 这种情绪 包括做人 都给出了例子 给出了结果 很适合这个 仔细去阅读 去品味 单个来解释 其实都有这种 断字解 没有意思 都有误导的地方 咱们继续往下看 尊义章第五 这个尊义章 也就是说到 人的这个 中义 以明示 尊义章第五 以明示下者暗 有过不知者必 以明示下者暗 有过不知者必 弥而不凡者祸 以言取怨者祸 令于心愿者 令于心乖者废 后令 谬前令者毁 怒而 无微者犯 好辱众人者秧 怒辱所认者微 慢其所敬者凶 貌合心理者孤 清禅远中者亡 近色远闲者昏 女业功行者乱 世人以观者福 灵下取胜者庆 名不胜时者好 略己而责人者不知 自后而不仁者气 以过 弃功者 于笋 裙下外衣者伦 寄用不认者疏 行赏 利涉者举 多许 利于者怨 既赢而聚者乖 博师厚望者不报 贵而望见者不久 念旧恶而弃心功者凶 用人不挣者待 强用人者不虚 为人者观者乱 士气所强者弱 决策于不仁者险 因既外卸者败 后练博师者雕 战是贫 由是负者摔 破落功行者魅 闻善忽略 既过不忘者报 所认不可信 所信不可认者拙 牧人以德者急 僧人以行者散 小功不赏 这大功不利 小怨不赦 这大怨必生 上不夫人 罚不甘心 这判 怨即无功 罪即 罚即无罪 这酷 清灿而美 闻见 而愁者亡 能有 其由者安 贪人之由者惨 这个前一篇呢 第四篇 是人的情欲 第五篇 是人的行为 遵义 遵义章 这个义 是要用行为来解释的 来实行的 这就是 总结了很多的 作者就总结了很多的人的行为 然后从行为推出结果 这是第五章 他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全是些总结性的话语 很值得品味 第六章 是安理章 安理章第六 愿债不舍小货 患债不欲定谋 福债积善 祸债积恶 积债贱农 含债堕姿 安债得人 威债失事 富债迎来 贫债弃时 事无常操 上无常操 下多隐心 清上生罪 勿下无亲 进尘不重 远尘清之 自疑不信人 自信不疑人 往事无只有 取上无直下 威国无闲人 乱政无善人 爱人生者求贤疾 乐得贤者养人厚 国将霸者是皆归 方将亡者贤人弊 地博者大物不惨 随钱者大于不游 肃秃者大情不欺 灵书者大寿不拘 山窍者崩 则瞒者意 弃欲取食者忙 羊子护皮者柔 衣部居灵者倒 走不失地者颠 柱弱者乌坏 腐弱者国卿 祖寒伤心 人怨伤果 山江崩者下先会 国将摔者人先弊 根枯直朽 人困国残 与父车同归者兴 与王国同死者灭 建以生者 甚将生 勿其忌者 欲弊之 卫威者安 为王者存 夫人之所行 有道则吉 无道则凶 吉者拜福所攻 凶者拜祸所攻 吉者拜福所归 凶者拜祸所攻 非其神圣 自然所忠 勿散策者 无恶事 无远律者 有尽忧 同志相得 同人 相忧 同恶 相当 同爱 相求 同美 相度 同志 相谋 同贵 相汉 同利 相继 同生 相应 同气 相感 同类 相依 同意 相亲 同难 同难 相继 同道 相成 同意 相溃 同巧 相胜 似己而交人者逆 正己而化人者顺 逆者南从 顺者一行 南从 则乱 一行 则离如此 离生 离家 离国 可也 这个第六章 安理章 他这个离 是通 道理的意思 也就是说 按照这个道理 离生 离家 离国 是可以 达到这个 大道的 一个追求 这个第六章 有几个关键点 尤其咱们 这个现代人 要注意 我不一句一句的解了 但是我说一下 关键点 第一个 富债迎来 贫债 弃时 富贵 在于 吸纳资源 勤穷往往是 丧失了机会 这个作者把 贫富之间的关系 看得非常透彻 这个 有钱 有势 不过是掌握了资源 穷人 不过是 没有机会 发财而已 所以说 叫富债迎来 平债 弃时 第二条 衣不举领者倒 走不失地者跌 这个穿衣服呢 要找不到领子 就不免 这个次序混乱 走路 不注意地面 不注意这个地面的障碍 就会摔倒 这说的什么意思呢 做事情要抓住关键细节 尤其咱们的现代人 做事情都很混乱 生活节奏都很乱 生活节奏都很快 所以做事情都很混乱 所以你要抓住这个关键细节 一步一步的来 不要慌 就像穿衣服一样 先找着领子 有一个顺序 抓住关键细节 关键的细节 所以说一步举领者倒 走不失地者跌 第三条 山将崩者下先毁 国将摔者人先毕 这个大山 这个地基要崩溃 首先 是这个地基 大山马上要崩溃了 要出现这个泥石流了 它首先是地基要坏 就像地震一样 首先是地基要坏 如果这个国家 要衰亡 那么人民的精神必然迷茫 所以说人先毕 国将摔着人先毕 山江崩者下先会 国将摔着人先毕 也就是说人民 这底层永远是一个基础 人民群众永远是一个基础 事迹而教人者逆 正迹而化人者顺 这一个是最关键的一条 如果想教育一个人 首先自己要正直 内心正直了 才可以教育别人 正人先正己 若想教化他人 必然要言于律己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述书的六个部分 总结一下 第一部分 是追求大道的 追求大道的原因 或者是为什么去追求大道 是原始章 第二部分是 追求大道的几种方法 或者说 有几种人 是生来就是追求大道的 三种人 他举了三种例子 第三章是人的志向 因为你的志向 所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可以推论出来 这个人的结果 第四章是情欲 通过你的情欲 你的喜好 也可以得到这个人 最终的结果 所以叫本德中道章 第五章 尊义章 也就是说意是一种行为 通过你的行为 也可以推导出来结果 这个作者就列举了好多例子 咱们不必要一一去解释 但是要明白这个意是行为 是做事的方法 是做事的行为 最终会导出 导出一个什么结果 这个述书已经写得很明白了 第六章是安理章 也就是最后的这个按照理去做事 他这个安理章是通这个道理的意思 通过这个道理 理生立家立国 可以说述书还是比较好懂的 虽然也有些悔设的部分 但是还是比较好懂的 接下来我们呢 去看一下各述书啊 一脉相连的三掠 接下来我们下车的 三略在我看来这是对述书的一个解释 或者一个延伸的也是一个禅篇 也就是说它的整个的部分并没有流传出来 流传出来的都是一些禅篇 但是基本上一些重点已经流传于后世了 黄氏公三略 三略分上中下三个部分 咱们看一下原文 上略夫主将之法误滥英雄之心 上路有功通之于众 故于众同好弥不成 于众同恶弥不清 治国安家得人业 亡国破家是人业 寒气之泪 贤怨得其治 君秤曰 他这里提到的君秤是一本古书 现在已经丢失了 无法考证的一部古书 君秤曰 柔能持刚若能持强 柔者得也 刚者贼也 弱者人之所住 强者怨之所攻 柔有所赦 刚有所思 弱有所用 强有所加 坚持是者而致其矣 端莫未见 人莫能知 天地神明 与物推移 变动无常 因敌转化 不为事先 动而则谁 故能徒之无疆 浮成天威 匡正八级 密定久仪 如此谋者为帝王师 故曰 莫不贪强 先能守危 若能守危 来保其生 圣人存之 动应 是机 树之弥四海 卷之不隐怀 居之不以四宅 守之不以成锅 藏之凶意 而敌国福 君称曰 能柔能刚 其国米光 能弱能强 其国米张 存柔存弱 其国碧靴 存刚 存强 其国碧王 这就是对这个 树书中 正道章的解释 道呢 是一阴一阳 一阴一阳 正好对应 一柔一纲 文武并用 夫 为国之道 事贤于民 信贤如复心 使民如四肢 这 策无矣 所事如肢体相随 故皆相救 天道自然 其巧无间 这里有一个关键 提到了这个天道 天道自然 其巧无间 怎么去解释这八个字 我解释的是 天道为自然 而然的转化规律 天道是一种自然 自然而然的转化规律 其中的巧妙 是运用无为之数 也就是说 运用无为之数 弥补 这个中间的坚确 以无为 来 来代替 中间的缺失 其巧无间 天道自然 其巧无间 这个巧妙 就是运用无为 军国之要 查重心 使百物 威者安之 聚者欢之 盼者还之 冤者缘之 素者查之 背者跪之 强者易之 敌者残之 攀者疯之 欲者死之 谓者隐之 谋者谋者敬之 缠者负之 回者负之 反者废之 横者错之 瞒者损之 规者招之 扶者拘之 降者托之 或顾守之 或饿塞之 或难屯之 或成鸽之 或地裂之 或财善之 这是说的军国里面的这些 势力 军国要务中的势力 敌动势之 敌近备之 敌强下之 敌意去之 敌灵戴之 敌暴随之 敌备意之 敌目邪之 顺举措之 因是破之 放言过之 是刚裸之 得而勿也欧 聚而勿守 法而勿久 利而勿取 为者则己 由者则事 焉之 利之所在 敌为诸侯 即在天子 是承治宝 令氏之取 是能祖祖 先能下下 祖祖为亲 下下为君 下下者物耕商 不多其时 伯父脸 不愧其财 汉摇曳 不是其牢 则国父而家 则国父而家矮 然后 选世 以施 母之 夫所谓 士者 英雄 也 故曰 罗其英雄 这敌国穷 英雄 这国之干 庶民 这国之本 得其干 收其本 这政兴 而无愿 他写的很明白 这个英雄豪杰呢 是国的 是国家的 动两 也就是国之干 普通人呢 普通大众 是国的根本 两者 缺一不可 得其干 收其本 这政兴 而无愿 夫 用兵之药 在从礼而众物 礼从而致是致 陆重 这义事 轻是 故 陆贤 不爱财 赏功 不遇时 则下立病 而敌国靴 夫 用人之道 尊以绝 赞以财 则是致来 皆以礼 礼义 则是死之 夫将帅者 必与世族同之位 而共安危 敌乃可家 故兵有全胜 敌有全球 习者 良将之用兵 又愧丹闹者 故 使头诸和 与世族同流而已 夫 亦丹之闹 不能为亦和之水 而三军之士 是为致死者 以滋味 及及业 这几句话 和这个 将院里边的内容 很相似 君称曰 君警未达 将不严可 君目未办 将不严倦 君早未吹 将不严击 东不服求 下不操散 与不张盖 是为将礼 于之安 于之危 故其众 可合而不可离 可用而不可疲 以其恩 数续 某数何也 故曰 续恩不倦 以以取万 君臣曰 将之所以为威者 号令也 战之所以全胜者 君正也 士之所以轻战者 用命也 故将无还令 上发必信 如天如地 乃可与人 士足用命 乃可越境 夫统军 此事者将也 至胜破体者 众也 故乱将不可是宝君 乖众不可是伐人 功臣者不拔 徒役者不废 二者无功 这势力疲弊 势力疲弊 这将 估重倍 以守 这不估 以战 这奔备 是位老兵 兵老 这将威不行 将无威 这士族轻行 士族轻行 这军师武 军师武则士族逃亡 士族逃亡 则敌成立 敌成立 则军必上 军称曰 两将之统军也 怨己而致人 推威 推慧 是恩 势力日新 战如风发 功入何绝 故其众 可望而不可党 可下而不可胜 以身先人 故其兵为天下雄 军称曰 军以赏为表 以伐为礼 赏发明 则将威行 官仁德 这士族福 所任贤 则敌国阵 君称曰 贤者所事 其前无敌 故事可下 而不可交 将可乐 而不可忧 谋可生 而不可矣 事交 则下不顺 将忧 则内外 不相信 谋宜这敌国分 以此功伐 则自乱 夫将 者国之命也 将能自胜 则国家安定 君称曰 将能清 能静 能平 能整 能受贱 能听诵 能纳人 能采言 能知国俗 能图三川 能表贤难 能治君权 故曰 人贤之志 圣明之律 复兴之言 郎妙之语 兴衰之事 将说一文 将者能思思 如何 可则撤从焉 夫将俱鉴 则英雄散 撤不从 则谋是判 善恶童 则功成卷 专己 则下归咎 自罚 则下扫功 信禅 则众离心 贪财 则贪 则肩不紧 内顾 则氏足淫 将有一 则众不服 有二 则君无事 有三 则下奔北 有四 则祸及国 君称曰 将谋欲秘 势重 欲一 公敌欲吉 将谋密 则兼心弼 势重一 则君心结 公敌吉 则备不及设 君有此三 则记不夺 将谋谢 则君无事 外溃内 则祸不治 财入营 则重奸会 将有此三 则君必败 将无虑 则牟失去 将无勇 则力失控 将网洞 则君不重 将迁怒 则易军聚 君称曰 绿也 勇也 将之所重 动也 怒也 将之所用 此事者 将之明界也 君称曰 君无财 是不来 君无赏 是不往 君称曰 香儿之下 必有玄于 重赏之下 必有死夫 故离者 是之所归 赏者 是之所死 遭其所归 是其所死 则所求者 是之 故离儿后悔者 是不止 赏而后悔者 是不死 离赏不倦 则是真是 君称曰 兴师之国 勿先隆恩 公取之国 勿先养民 以寡胜重者 以寡胜重者 恩也 以若胜强者 民也 故梁将 这养世 不易于身 故能使 三君如一心 则其胜可权 君称曰 用兵之药 必先查敌情 是其仓库 夺其粮食 补其强弱 查其天地 是其空息 故国无君旅之难 而运良者 虚也 民菜色者 雄也 千里溃粮 民有积色 交书 后窜 时不述宝 夫运良百里 无一年之时 二百里 无二年之时 三百里 无三年之时 是为国须 国须者民贫 民贫者 上下不轻 敌国其外 民到其内 是为避溃 这几段呢 又出现了 这个 孙子兵法里面的内容 君臣曰 上行虐 则下即刻 赴脸 众数 刑罚无极 民乡 残贼 是为亡国 君臣曰 内滩 外联 诈欲取名 窃功为恩 令上下昏 事功正言 以获高官 是为道端 君臣曰 群立 彭党 各进所清 遭举监网 养错 人 人贤 被攻力尸 同位 相残 是为乱远 君臣曰 强忠 俱奸 无畏而尊 威武不振 阁内相连 众得利恩 夺 再位权 亲武下名 国内 瓦宣 陈碧不言 是为乱根 君臣曰 世事作奸 倾倒 县官 进退求变 委屈弄文 以威起君 是为国奸 君臣曰 利多名寡 尊卑相弱 强弱相弩 莫是锦欲 严及君子 国寿其救 君臣曰 散散不尽 恶恶不退 贤者隐蔽 不孝 在位 国寿其害 这里有个观念点 散散不尽 恶恶不退 怎么解释呢 也就是说这个阶层 出现了固化 善良的人 或者说 普通人 没有上升渠道 这利益固解 原来的这个利益集团 就成了一个恶的 所在 他们就退不下来了 散散不尽 恶恶不退 所以贤者隐蔽 不孝在位 国寿其害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君臣曰 资业强大 比周居士 卑贱 林贵 久而亦大 尚不忍废 国寿其拜 君臣曰 宁臣在上 一军皆送 隐为之渝 动尾于众 无进无退 苟然取荣 专任自己 举措 罚功 诽谤 圣德 巫术 庸庸 无善无恶 皆于己同 激留 刑事 命令不通 照作其政 变故异常 君用宁人 必受祸殃 君臣曰 尖雄相称 藏必著名 毁于并兴 雍塞 祖冲 各阿所以 令祖失踪 不主察一言 乃独其盟 主聘 乳贤 尖雄乃对 尖雄乃顿 主任就此 万事乃理 主批 主聘 言穴 是乃得实 谋及复心 果乃可恕 不识人心 得乃 洋溢 这个删略写得非常简洁 全是四个字 四个字的为主 其实也好懂 并不一定非要翻译过来 我还是建议大家 多去读原文 所以我在这里 只跟大家 根据这个原文来解释 这是上略 咱们紧接着来看中略 中略 忽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 故天下无所归功 这个中略第一句就非常关键 三皇无言而化流四海 故天下无所归功 这个上古的三皇 这个古代这个上古的三皇 用无为之法 追寻自然 留步风气 从来没有把这个 自立天下的功劳 据为己有 所以是 故天下无所归功 这最后的功劳 他们并没有据为自己 据为自己的这个 据为自己己有 然后呢 这个功劳也不知道 归到谁的身上 也就说天下太平 是用的无为之法 无言而化流四海 其者 帝者 帝者 体天者帝 有言有令 而天下太平 君臣让功 四海化行 百姓不知其所以然 故始成不待 离赏有功 美而无害 王者之人已道 详心扶治 色聚被衰 四海会同 王子不废 虽有假兵之辈 而无斗战之患 君无异于臣 臣无于主 国定主安 臣以义退 亦能美而无害 霸者 自是以权 皆是以信 此事以赏 信衰 这是书 赏亏 这事不用命 君是约 这个君是也是 古代的一部书 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从汉朝时期这部书 那个君臣和君事 这两部书都已经丢失了 也就说汉朝时期已经没有了 君事曰 出君行师 降在至尊 进退内域 这功难成 君事曰 使自勇 使贪使鱼 智者乐力其功 勇者好行其智 贪者腰躯其力 愚者不顾其死 因其自情而用之 使君之威权也 君事曰 无时便是谈遂敌美 为其祸重 无时仁者主才 为其多师而赋予下 君事曰 仅无助不得为力士不问君之己凶 君事曰 是义士不以财 故义者不为不仁者死 智者不为暗主谋 主不可以无德 无德者陈叛 不可以无威 无威者施权 臣不可以无德 无德者无义士君 不可以无威 无威者果弱 威多者深觉 故圣王遇事 观圣衰 渡得师 而为之志 故诸侯二师 方伯三师 天子六师 事乱 则叛逆生 王则解 则蒙事 相诛法 狄同 得同是敌 无以相顾 无以相亲 得同是敌 无以相亲 来揽英雄之心 与众同好恶 然后加以全辩 故非计策 无以决心 定义 非崛起 无以破坚 细扣 非阴谋 无以成功 圣人体天 先则法地 自则尸骨 这句话 我们在将院里 也看到过 所以这句话 也反复出现 在几部书里 反复出现 这也是一个关键点 圣人体天 先则法地 自则尸骨 这个圣人呢 履行天道 这个体 是履行的意思 圣人履行天道 贤人呢 遵循人间的伦理 所以是法地 智者是故 聪明人 学习古人的智慧 是故 三略 为衰是作 上略 设理赏 别奸雄 助成败 中略 查德行 甚全辩 下略 成道德 查安慰 明 贼贤 之旧 故人主 身小 上略 则能任贤 亲敌 身小 中略 则能 御将 统众 身小 下略 则能 明圣 明圣 摘之源 胜治国之计 人臣 身小 中略 则能 全功 报身 这句话也很关键 我可以来解释一下 这什么意思 人众 一合而不可处理 也就是说 军队 躺 整合 便不能损失 优势兵力 这一个军队 整合起来 一合 就最好不要 分开使用 集中优势兵力 所以一合而不可处理 威权 一余 而不可处移 威 是指的 权力 崇尚了权力 若在手 便不可轻易交付 你一旦有了权力 或者是掌握什么军权 国家的大权 不能轻易交给别人 轻易交给别人 你就废了 也就是说 你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环师罢君 存亡之界 故若之 以魏 夺之以国 是为霸者之虐 故霸者之作 其论博也 纯社稷 罗英雄者 忠略之事也 故事主 你也 这是忠略的内容 咱们再看这个 下略的内容 下略 父能 福天下之威者 则具天下之安 能处天下之忧者 则享天下之乐 能救天下之祸者 则获天下之福 故 则及于民 则贤人归之 则及昆虫 则贤人归之 贤人所归 则其国强 圣人所归 则六合同 求贤以德 至圣以道 贤去则国威 胜去则国官 威者 威之贱 威者 王之争 贤人之正 匠人以体 圣人之正 匠人以心 喜匠可以吐死 新匠可以保重 匠体以理 匠心以悦 所谓悦者 非金始始祖业 为人乐其家 为人乐其族 为人乐其业 为人乐其都义 为人乐其政令 为人乐其道德 如此君人 如此君人者 乃作乐 以解之 此不思其何 故有德之君 以悦乐人 无德之君 以悦乐生 乐人者 久而长 乐生者 不久而亡 世纪谋缘者 劳而无功 世约谋尽者 亦而有忠 亦正多忠诚 劳正多怨明 故曰 勿广地者荒 勿广德者强 能有其 有者安 他人之有者禅 这里 又和述书 有相符的内容 也就是说 三略有解释述书中的内容 这里就是解释述书 残灭之政 累是受患 照作过治 虽成必败 舍己而交人者逆 正己而化人者顺 逆者乱之招 顺者治之药 道德人亦理 无者亦体也 道者人之所导 得者人之所得 人者人之所倾 义者人之所移 离者人之所体 不可无一焉 故树业 树心业魅 利之治也 套贼报仇 义之绝也 彻隐之心 人之发也 得己得人 得之路也 使人君平 不识其所 道之化也 出君下臣 明曰命 是与诸伯明曰令 奉而行之 明曰正 夫命师 则令不行 令不行 则正不正 正不正 则道不通 道不通 则邪成圣 邪成圣 则主微商 千里迎贤 其路远 自不消 其路尽 自以明王舍近而取远 故能全功 上人而下尽力 费一善 这重善衰 上一恶 这重恶归 善者得其幼 恶者受其诸 则国安而重善志 重疑无定国 重祸无自民 一定祸还 国乃可安 一令义 则百令师 一恶师 则百恶解 故善师于顺民 恶加于凶民 则另行而无怨 使怨自怨 是为逆天 使仇自仇 其祸不救 自民是平 自平亦清 则明得其所 而天下宁 犯上者尊 贪彼者墨 贪彼者富 犯上者尊 贪彼者富 虽有圣王不能自其志 犯上者诸 贪彼者举 这话形而重恶消 清白之事不可以绝路德 结义之事不可以威行些 故明君求贤 必观其所以而致焉 自清白之事修其礼 自结义之事修其道 而后 事可治 而明可保 服圣人君子 明圣衰之源 通成百之端 神自乱之机 知去救之解 这句话就很关键 这是一个总结性的话 服圣人君子 明圣衰之远 通成百之端 神自乱之机 知去救之解 虽穷不处亡国之位 虽贫不识乱邦之路 浅明报道者 实志而动 这即人臣之位 得何于己 这见书觉之功 故其道高 而名扬于后世 圣王之用兵 非乐之也 将以诸报讨乱也 服以义诸不义 若绝江河而盖绝火 临不测而几月堕 其客必已 所以幽游田淡 而不敬者 重伤人物也 服兵者不相知弃 天道物之 不得已而用之 是天道也 服人之在道 若鱼之在水 得水而生 失水而死 故君子 君子者 常畏惧 而不敢思道 他就总结了 故君子者 常畏惧 而不敢思道 豪杰 鼎之 国为乃弱 杀生在豪杰 国时乃杰 豪杰低手 国乃可久 杀生在君 国乃可安 市民用灵 国乃无处 市民用足 国乃安乐 闲城内 则邪城外 闲城内 则邪城弊 内外 思宜 霍乱 传世 大臣 遗嘱 众奸几聚 臣当君尊 上下乃昏 君当臣处 上下思绪 伤贤者 央吉三世 必贤者 深受其害 吉贤者 其名不全 晋贤者 伏六 子孙 故君子 基于晋贤而美名 张焉 利亦害百 扶取成锅 利亦害万 国乃失散 去亦利百 人乃木则 去亦利万 正乃不乱 这个后篇 有一个专家的一个种评 说这个黄石宫三略 是以江太宫兵法 加以吞咽 分为上中下三卷 受张良 圣武受张良于桥上 也就是说 是和树书一块送给张良的 也就是说 这个树书和三略都出自于江上之笔 最早往前推应该是江上的作品 但是因为无法考证 落在了张良手里 所以是张良 后世只能认为是张良的著作 这个据汉书一文字记载 张良韩信真立兵法 定三十五家 并未有三略 到这个汉城帝时 认红论兵书也没有三略 但东汉光武帝刘秀 却在肇书中引用过三略的内容 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 却有所流传 这是考证的东西 这个东汉末年也有三国时期 陈林在五军覆中 引用三略与孙子兵法 五子兵法六涛相提并论 唐初 贞观时期 魏征将三略收入群书制药 李靖呢就说 张良所学太公六涛三略事业 李靖就做了一个推断 这个张良所学的内容 是江上传下来的六涛三略 也就说 六涛述书三略 其实是一步 都被分开了 但是无法考证 今天呢我们就讲了这个 述书和散略 我个人认为这两部书是互相 互相这个互补的一个关系 互相解释的一个关系 暂且可以看作这个张良的著作 我认为这两部书是互相